雇佣兵系统和仆役系统 都是现在命运里的玩家 尚未探索到的模式 这两个模式有本质的区别 雇佣兵 过名思义 是雇佣一个有战斗能力的NPC 作为自己助手参与战斗 但是却需要向佣兵协会 支付一定的金钱 雇佣兵系统 雇佣兵死亡之后 是可以通过佣兵协会进行复活的 但是雇佣兵和雇主之间 并没有什么忠诚度之类的制约 雇佣兵也只是被动地执行雇主的命令 雇佣兵除了用于战斗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用处 而仆役则不同了 仆役的范围要比雇佣兵广阔得多 获取奴隶一般有两个方法 最常见的就是在奴隶市场里 就能花一定的金钱购买到相应的NPC 而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 就是在野外遇见自愿成为玩家奴隶的NPC 这些NPC具有各自的属性 但是只有和他们的亲密度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才可以看见这些属性 如果运气好 能碰到一个有高级智慧和学习能力的奴隶的话 主人那就发财了 不但能让奴隶变成自己专属的生活技能师 还能让他们为自己做一些 玩家平时无法或者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当然 如果运气更好的话 能碰到战斗型的NPC的话 那就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因为战斗型的奴隶实在是太少见了 他们不但具有高智商 还能学习各种生活技能 而且还可以参与战斗 简直就是全才 最重要的是 你只用支付他不算昂贵的薪水 以保持自己和他的忠诚度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像是雇佣兵那样付出大量的钱 但是 尽管如此 玩家们还是愿意使用雇佣兵 而不愿意购买奴隶 首先 奴隶都很贵 而且 买奴隶这件事情 就好像是赌博 你永远不知道 你买的这个奴隶的潜在属性到底是什么 万一 你花了不少钱和时间 培养出来的却是一个垃圾属性 那才是 陪了夫人 又折兵 得不偿失 当然 在野外遇见的那种 自愿成为农历的NPC 是可以看见属性的 但是 这种NPC简直是凤毛麟角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这样一个NPC 而亚劳娜现在所显示的社会分类上表示出来了 这个小孩子既可以做雇佣兵又可以做奴隶 这大概就是全看玩家和他培养的关系如何了吧 叶子不经心里开始垂涎 如果能在自己离开这里之前和亚劳娜的关系培养到忠诚的话 那么说不定就能带走他了 一个成长率极高的萨满奴隶 而且还是战斗型的 叶子想着就觉得兴奋不已 不过 这种心思是不能让对方发觉到的 如果被对方发觉到这种心思的话 就会引起对方的戒备 反而不太容易能成为奴隶了 既然存着对亚劳娜的心思 叶子当然不会再对亚劳娜小气了 只要是爆出来的萨满的技能书或者装备 他通通的都交给亚劳娜 虽然只能在洞穴里传 不过这些还是让亚劳娜兴奋不已 由于亚劳娜的装备提升 他的攻击和控制能力也越发提高 两个人配合起来清理怪物的速度也就更快了 在又清理了两只沿江人之后 叶子发现在洞穴的角落里有一层熠熠生灰的石头 它们像是水晶一样的璀璨 叶子指着那层石头问亚劳娜 那是什么东西 哦 那是魔法水晶 用来供给能量用的 安装在剑塔或者防御设施上 能提高它的攻击力和防御力 还可以安装在图腾柱上 我们部落里的图腾柱上面也有镶嵌这个东西 亚劳娜娜倒是对于这个东西十分熟悉的样子 你倒是对这个很熟悉啊 亚劳娜如鼠家珍的样子 让叶子不禁有些奇怪 这种魔法水晶藏在漆黑洞穴如此深的地方 绝对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能得到的 亚劳娜是第一次进漆黑洞穴 却好像对这个东西很是熟悉 这让人不得不奇怪 这玩意儿很是珍贵 按道理说 这么一个处于部落底层的穷人 怎么会知道这么珍贵的东西呢 他是从什么地方见过的呢 这是一种辅助增强材料 在建筑中经常用得到 亚劳娜似乎并不觉得多奇怪 我母亲是个建筑师 虽然部落里没有人相信 一个女人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建筑师 可是在我心中 我母亲是最优秀的建筑师 她经常会用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从小就见过 叶茨一听亚劳娜的话 口水都快掉出来了 哦天哪 她是不是该去买张彩票呢 怎么想什么就来什么呢 叶茨劳力克制着自己 眼睛发出的贼光 显得十分的淡定 你的母亲一定很优秀 那是当然的 亚劳娜不管怎么说 还是一个小孩子 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母亲 自然是表现得十分开心 魔法水晶 叶茨看着那堆水晶 总觉得这玩意儿怎么那么耳熟呢 她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怎么却想不起来呢 忽然之间 叶茨想起来 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词了 那个神秘的蛋 叶茨承认 自己的记性 有的时候并不是太好 特别是在 自己的能力够用的时候 并不太会记得自己还有些什么东西 就好像那个神秘的蛋一样 因为当时得到的时候 并没有费什么力气 所以叶茨也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后来就丢给那个奇怪的亡灵NPC之后 彻底将这件事情给遗忘了 要不是今天看见了这魔法水晶 叶茨想 大概她永远也不会想起这件事情了 毕竟 那种比运气的东西 叶茨一般都不会太在意 她实在是太黑了 她就不相信 按照自己的人品 能从那样一个蛋里面 得到什么逆天的东西 说不定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垃圾 所以从头到尾 她就根本没有将那颗蛋放在心里 而现在既然已经看见了魔法水晶 也知道这玩意儿对于城防有很大的好处 自然会带一些回去 然后顺便孵化一下那颗蛋 这东西能用这把锄头挖吗 刚才跟亚朗娜的对话中 叶茨发现 在多罗人的部落中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 进入矿洞中进行采集的 只有被达鲁法尔任命过的 特殊的人员才能进入 而且这里所有的矿石 似乎都被一种很特殊的东西禁锢着 就算是这些人进入 如果没有达鲁法尔所附魔的锄头 也是无法开采这里的矿石的 叶茨并不知道 这样的规定对于自己来说 是不是同样的适应 所以为了不浪费自己的体力 在抡锄头之前 他还是要问问本地人的 嗯,可以的 亚朗娜点点头的 按道理来说 能来挖掘远古矿石的人 是不允许挖掘其他矿石的 可是您是达鲁法尔大人 所特许进入这里的人 所以并不会受到这一条的规定的禁锢 达鲁法尔怎么会知道 挖掘了远古矿石的人 有没有挖掘其他的矿石 万一来挖矿的人 全部都串通好了的话 他不是也不知道吗 既然可以挖掘 那么叶茨也就不客气了 抡起了锄头 就叮叮当当地挖起矿石来了 他的力量比起战士和矿工来说 并不算多 所以挖矿的时候 速度并不太快 亚朗娜指了指叶茨手上的锄头 笑了起来 达鲁法尔大人 在这锄头上 做了特殊的附魔 这些挖矿人 挖了多少矿石 又挖了什么样的矿石 或者是什么人摸过这矿橱 只要把这矿橱交回去 他全部都会知道 所以并不会有人造次 叶茨听到这话 却一头的黑线 原来这个老家伙 居然在矿橱上附魔了 类似监控的东西 这也太贼了吧 叮叮当当挖矿盲 因为从来没有做过矿工 叶茨一开始挖矿的时候 是随便挖的 不过挖了一会儿 亚朗娜就指出了 他挖矿的不对之处了 白精灵 你一定没有挖过矿石吧 你怎么知道 刚才你在外面挖矿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你根本没有干过这个活 亚朗娜 黑黑的笑了起来 他本来是个单纯的孩子 因为跟叶茨相处很久 关系则变得很好 所以在说话的时候 也就没有那么拘谨了 按照你这么挖呀 根本就是在浪费矿石 嗯 叶茨直起了腰枝 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他既然没有做过矿工 当然对于别人的提议 会虚心接受 我这么挖 不对吗 当然不对了 挖矿石这种东西 一定要一下一下地挖 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用上 对准了矿石的根部挖下去 这样才能采集到最完整的矿石 像你那样叮叮当当地乱挖 矿渣到处乱飞 矿石也被砸得稀烂 就算挖下来的都是小块的矿石 质量也不会很好的 亚朗娜拿着自己的棍子 站在叶茨的面前 给他做了一个样式 笑着说 这样挖 尽省力 又能很快地得到矿石 而且得到矿石的质量 会很好的 叶茨站在亚朗娜的后面 认真地看着 这个小男孩的姿势 对于他的教学 十分虚心接受 然后再次挖矿的时候 就完全按照 他所教导的方式进行挖矿 果不其然 这样挖矿 虽然看起来频率慢了 可是 采集矿石却快了很多 叶茨得到的矿石 也更加大块 质量也更加好 半个小时过去之后 这两层魔法水晶 就被叶茨全部挖了下来 它总共得到了 大大小小 近一百块的魔法水晶 大部分的质量 都在八成以上 是纯度很高的品质 天色已晚 虽然叶茨还想继续探索 不过 现在的时间 明显不允许了 叶茨便带着亚劳娜 朝着漆黑洞穴的外面走去 而亚劳娜 也将身上所有 萨满的东西 全部脱了下来 妥善地装在了包裹里 这是你今天的报酬 叶茨掏出了三块远古海岚矿石 交给了亚劳娜 亚劳娜看着矿石 录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已经得到奖励了 她指的是 叶茨给她的技能书和装备 这些东西 在部落里面都值不少钱的 她觉得今天自己一天的收获 已经是大大的超出了 自己的预期了 可没有想到 叶茨还要给她三枚 远古海岚矿石 这让亚劳娜的心里 十分过意不去 脑袋不停地晃着 你拿着吧 叶茨并不想 在这样的小事上 和亚劳娜多事 虽然她今天 已经拿了不少的装备 和技能收给亚劳娜 不过 这些东西 放在包裹里 既占地方 又不见得 能在外面卖多少钱 可是 拿给亚劳娜的话 却能大大的提高 她对自己的忠诚度 跟亚劳娜相比起来 这点东西 实在是不算什么 那些东西 能当饭吃吗 你家里面 还有妈妈 要抚养的吧 叶茨说得 十分在理 让亚劳娜 没有办法拒绝 可是她的内心 还是有些不安 可是 可是 这太多了 我一个月的薪水 只有五十枚 远古血洪矿石 你现在给我这些 靠 挪博这个家伙 把亚劳娜 租给自己 一天的租金 居然是亚劳娜 一个月的薪水 她压的 也赚得太狠了吧 叶茨心里 有些愤愤不平 不过 没有表现出来 反正这些东西 到了外面 应该没有什么用处 在这里浪费一点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 叶茨不再跟亚劳娜废话 只是将三枚 远古海兰矿石 交给了亚劳娜 接着 带着她 爬上了火山口 奴博 已经在入口处 等他们了 她瞟了一眼 还是畏畏缩缩的亚劳娜 然后冲着叶茨 哈哈地笑着 白精灵 收获如何呀 叶茨丢了两枚 远古海兰矿石 给挪博 除了今天之外 我还要再租她三天 这倒是让挪博 有些奇怪 她看了一眼亚劳娜 她还是老样子 弱小的 让人讨厌 不过这样的人 怎么会得到 白精灵的青睐呢 这让挪博 并不是特别想得明白 毕竟 这种NPC的智商 自然是比不上 达鲁法尔了 他们只能思考 比较平常的问题 绝对不会想得 特别深远 她没有 给你添麻烦吗 挪博 将手里的远古海兰矿石 塞进了口袋里 显得有些奇怪 没有 她的腿脚很快 带路很好 叶茨眯起了眼睛 似笑飞向 白精灵 今天你的收获 看起来不错呀 两个人正在说话 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 传了过来 叶茨抬眼看去 只见达鲁法尔 朝着两个人 走了过来 一边的多罗人 全部冲着达鲁法尔 行礼 当然 也包括挪博 和亚劳纳 叶茨也冲着达鲁法尔 行了一个礼 她微微笑着 是的 达鲁法尔先生 收获不错 我想很快 我就能够存够矿石 为丽雅 买下那把琴了 达鲁法尔 却还是笑意盈盈的样子 她的目光 从叶茨的脸上 挪到了亚劳纳的脸上 然后 又回到了叶茨的脸上 她唇边的笑容 看起来意味深长 而她画里面 似乎更有别的意思 看来 你找到了一些 你很喜欢的宝贝 叶茨 眯起了眼睛 她怎么觉得 这个老头 好像已经知道了 自己在打 亚劳纳的主意了呢 虽然 没有任何提示 但是叶茨 却敏锐地感觉到 这是一个 开放性任务的开端 达鲁法尔 大概是在试探自己 对于亚劳纳的态度 而自己 如果想带走亚劳纳 想必一定要经过 这个老头的同意 而这个老头 会不会允许呢 自己要怎么回答 才能达到 最佳的效果呢 在试探里面 会不会允许的 中国人